大家好 开心哥 上次我们拍完摩立方的17正负 激光反锤 只有激光没有实体发射物的 这是沙色第一批对比 带说明书的 这是墨色第二批 刚刚拍完之后 这只就被我扣坏了 拍的时候还没事 一拍完就这么坏了 上面坏 下面有问题了 给你审核军看一下 只有激光的 没有实体发射物的 它的正光呢 正壮 一个就是如动回弹 如动回弹是上面有个零件坏 现在下面扳机左右有问题了 它扣到最后 你知道 大家真是殊途同归 你第一批还没有扣坏的 我的强度并不大 就正常 它就正常损耗 你可以 大家估计到最后差不多 上面照常推断的如动回弹可能是这个坏 弹板 还有好多替换零件 但是发现不是 跟这个没关系 我后来就拿这只墨色 这个第二批的 就是最笨的方法 一个交叉 一个排除法 跟附近感 没问题 弹板 没问题 这整条管座的问题 管座不知道哪里坏了 那我要买一条新的 这个最笨的解决方法 是吧 这个我是在多端上就是唯一一家 有卖零件的 它就59吧 这一组 反正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旧的 这个也是第二批的了 我给大家比较一个不同 就是 就这里啊 你看到 第二批现在这里都有道冷 黑色啊 墨色这只也是啊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第一批的呢 这是一个光滑的 光滑的表面下来的 这过度的渐变的 这就是有一道冷的整 我说你可以不可以拿个小挫刀 这样挫一下 我不知道行不行 还说它这个只是修正了 它那个扳机 那个自动复卫的问题啊 就是后定里边的那个问题 它除此之外呢 我就我怎么比较 各种角度 真的找不出有什么不同 是吧 跟这里也没关系啊 这个就是解除那个 有没有糖 就是触发那个激光的 它这个单独零件 因为它这个是单独零件嘛 这个塑料件 没有刻字也很正常啊 这是第一批 二批呢 二批呢 这个是有刻字了 这个塑料件上也有字了 所以呢 现在我就把这个 新的这个 这个小滚轮 这个是激光触发那个啊 跟这也没什么关系 就把这个玩意儿 这都是用旧的啊 说还是用旧的 你看到 你用旧的装回去之后 那照一个常理推断呢 它就没有如动回答的问题了 然后这边再装三颗 这样观察起来比较直观了啊 就是它虽然下面现在是扳机组 那么就可不动啊 但它上面 上面是 上面是应该没问题了 是吧 再换一下啊 再换一下 这个是已经 已经换了那个单独的零件了啊 这个是旧的 看到这个 二批上面 我当时就是这么交叉的是 排除法 这肯定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 一批的 上面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所以就是那个管座啊 管座还有这个 就是容易坏的地方啊 那如果你在 这样的话 就可能更清楚的看到它现在下面的问题 上面现在是二批的上面啊 都是原装零件啊 它就是 哇 这个 我刚上的B站油老格也是这样啊 它扣到最后 它这个症状就是 快得帕金斯呢 哎 听到一声了 在墙上了 但是 它还 再往后用一个力 它才可以扣到 这两段 两段式结构 它一早期这个状态是这个 有异响 就这样的时候 那个弹簧 那个嘶啦嘶啦的声音 我上了些油之后呢 这个声音没了 那另外来说呢 一批二批的分别啊 我看到二批 后来有的老格 这个是黑色弹板 另外 二批的这个是刻字啊 这激光字吧 是偏黄一点点 这是第一批的这个 白色的 可能是它刻的那个 是功率啊 还是颜色是什么 可以挑的应该 有点不同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说过的 一批的这么一字啊 塑料件 塑料窗口 这个有字 有刻字的 好 另外就是这个 二批的这个标号 这个都是BBVC开头啊 一批的是 BEAA 这个之前我们也讲到过啊 编号了 然后二批有说明书了 一批没有 好 这个就比较 还有一点 其实蛮不同的啊 这个装上给大家做个参考 就是在这个滑套的客制 感觉第一批的 我是觉得这个好一点啊 不管是拍照的话 第二批的呢 你会看到 它那个底层是反光的 有没有 是亮色的 是吧 这时候的那种啊 这那个凹克的字的底部啊 那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分别 哎呀 这样可以拍牵手一点 这是第二批的滑套 这是第一批的滑套 另外管座呢 其实 你看这第二批呢 这个金属的外管啊 它没有一带那么亮 你看到 这个就是那种 亮黑色的啊 这个好像稍稍带有一点 那个 叫什么 毛玻璃还是叫什么 就是磨砂或者什么样的 一点点微微的啊 这很有金属质感的 应该说 看起来跟铝合金的没什么区别 这漆面是可以的 然后下针这个也挺好的 这两个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 你要换Flux就换这一颗 是吧 这里 针贴的hoster可以进去了 这个是对的 稍稍紧一点点啊 它这稍稍厚了一点点 好补充一个最新发现啊 这个2P4的夹 似乎也有小改 大家注意啊 大家注意 通常我们一个操作呢 就是我这样换蛋夹吧 我这样顶上来 好 你看到这是没问题的 你注意啊 注意这是2P4的原装夹 我在很用力的推 推这个 推这个夹的底盖的时候 你注意下面 注意下面 几乎是没怎么动的啊 这样我可以轻松的 好吧 回去 来 对比一下1P4的 这是1P4的原装夹 然后这个是备用的 1P4当时买了备用夹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 同样的换蛋夹 看到了吗 就是这里 这里 看到了 这道缝吗 1P4的 1P4的这里是可以 还有这个网上的一个 怎么说 就是这个夹你顶得太高的时候 顶得太用力的时候 你就推不回去了 你松开以后就可以 看到了 看到这个问题了 这是1P4的 然后同样的我们拿这个1P4的夹 在2P4里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推上去 你看这个也是可以推上去 这个也没反应 所以 这个 我觉得疑似说夹可能也有改过 它这个磨合的问题 那我们再做一个测试 就是再调换过来 把2P4的夹放在一袋里 大家觉得会怎么样 再试一下 上来 它也是 它也是好像没活动空间的 但是它这里还是回不去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个别现象还是怎么样 各位老公 你有兴趣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但是2P4的这个夹 它是确实没什么空间 所以它这个上下磨合的 可能有些小改 我觉得 反正2P4这个 换单夹的时候 我说你 这个手机顶得很用力 顶到这个鼻盖都掉了 它顶得很用力 它还是回着去 就是这个发现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吧 除此之外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分别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 下面的班军桌也要换一下 那个买回来又50多好像 快赶上一次全新的了 一半了 基本上一半了 就是今天这么一个分享 如果你的第一批还没坏了 真的是恭喜你 老门兄弟 可能到最后 可能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第二批就是要看看它耐久录怎么样 这个再扣一扣 看看有什么问题 现在应该很难买到第一批了 但我相信第三批 第四批 一定还会有 好吧 就是今天这么一个分享了 如果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 点赞 我是泰迪我开机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刚才翻箱底 翻出来这一套 然后找到这个 我还真有一个 这个Support Land 看来看一下 这是Glock 20 21的 我发现这个夹套 是完全可以放进去的 这个三套的 这个 因为Glock 20是10毫米的 21是这个.45的 所以你看这个 跟我之前的想法没错 它就是 这个就是9毫米的 这个是BladeTag 给这个511做的 它给511做的 你看这9毫米的 这个夹都进不去 那边是 我就不用射了 你看这个 这个第二批 牧利方第二批的这个夹 好吧 它就是 虽然是9毫米的客制 实际也是9毫米 但它这个夹呢 你怎么放 怎么放 它都是 10毫米 甚至说.45的 就是Glock 20 21的 这个夹套 就可以放进去 因为它这个 后面这个其实是软质的 这是在皮带上 用在皮带上面 从中间穿过去 说是它 它是有点弹性的 中间这个会稍稍紧一点 三连 放它这个 绝对没问题 所以你可以 真的要找这种 大家看一下 就是 20 21.45的这种夹套 我BladeTag 那个我又下单了一个45的 我回来会继续测试 这个你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我翻箱底 一起找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Safari 这个17 22 它就是940了 9和40了 然后它这个 因为是皮质的 皮质的 也是可以调中紧的 它这种皮质的呢 就不会像那种 好像K版的那种 它比较 怎么说贴荷度 那么高了 因为它是弹性 就更高一点 就很紧 可能要松一下 那个螺丝 但是它是可以用到 因为这种皮质的 就是 它是有点适应性的 还有点自适应性 好吧 调一下松紧就可以了 这个皮质 这也是在腰带上用的 这个前面 这个就是K版的 应该 就是这样 给你做个参考 看来还是 翻箱底 还是可以找到 模拟方可以用的夹套 是